姐妹们,苹果以后不要直接吃了 倒上几颗鸡蛋液 竟然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美食 不煮不炸,比蛋糕还好吃 关键是做法非常简单 营养美味又健康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首先,清水中加入一小勺食盐 用淡盐水把苹果清洗干净 淡盐水可以有效地去除苹果中的虫缆和杂质 苹果皮很有营养 去紫之后切成小块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点击关注和收藏 想吃不会做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我 碗中打入三个新鲜土鸡蛋 加点白兔去腥 把蛋液充分搅拌均匀 淋入到苹果中 再次搅拌均匀 倒入到铺皮机中 再加入200毫升纯牛奶或者是豆浆 用果蔬之功能搅拌上三分钟 搅打得越细腻越好 倒入盆中加入一小袋高活性干酵母 一小勺白糖 它是这种低糖型的 里面加入了五种生物酶 抽冬用它来发酵 速度快没有酸味 然后加入250克普通面粉 50克玉米面 200克粘米粉 搅拌成这种粘稠的糊状 盖上保鲜膜 密封醒发至两倍大 醒好的面都是蜂窝网 充分搅拌排气 吃饭的小碗中 刷上薄薄的食用油 撒上一把葡萄干 面糊倒至七分满 再撒点黑黑的白芝麻增香 冷水香锅 水开即时蒸上4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关火焖上两分钟即可出锅 苹果学会这样做 可真的是太好吃了 加入了苹果和粗粮 更有营养 散发着苹果和葡萄干 淡淡的香甜 糖酥又渲软 很适合给家人当做早餐 真的是怎么吃都不腻 老人小孩都爱吃 快试试吧